说的爱是动词 今天我们想就彻底相互再了解一下 你这辈子还有什么对不起的人 对不起一个女孩子吧 以前跟她谈恋爱的时候 她千里迢迢跑到山东来找我 然后后面回去她也怀孕了 怀孕了 对啊 但是后面我们分手 分手之后才发现她的孕 不回忆不 那有什么对不起她呢 那肯定觉得没有保护好她呀 她这么远跑到我身边来 然后跟我过了一个假期 所以当时你多大 当时我20岁左右 她多大 她差不多吧 你之后还有别的女人吗 没有 之后谈过恋爱 但是都都很短 虽然对不起她 但我觉得我不后悔 我首先要要有自己一份事业 要要有能力承担 我觉得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能跟我一样从小就是到处技术 对那段感情其实没有多少心里没有什么底 我那时候特别缺乏安全肯 对于婚姻方面 人家都有孩子了 你怎么缺乏安全感的 作为男人来讲 这是你的人啊 对分手之后才有的嘛 我当时是 你确认孩子是你的 那肯定是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婚姻 没钱 没事业 对啊 那你什么现在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安全感 还是没有安全感 但我觉得我现在有那个勇气来 然后我自己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想要的生活状态 我想出来走就走 想流浪就流浪 未来我也不觉得在命运上有什么大的突破 那你怎么去考虑这个生涯 不是说你出来走了 你看过祖国的山河了 就变有钱了 就就有能力去结婚生孩子了 没有啊 那我我我现在追求的不是有钱啊 不是说是要有怎么样 我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状态 我希望能够过得开心一点 想过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状态 不是说为了钱去干嘛 那那你这么说就像网上流浪汉 我不用去负担我 我该承受的家庭工作压力责任 我只有自由自在的去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今天吃完一碗帮便面 我就把 我不用去享受 不用去想家里面的孩子吃没吃饱 老婆吃没吃饱 那这个不是想说 这是逃避啊 这是一个暂时 你没有对未来 做一个构建 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一个积累 你怎么知道未来是幸福的呢 但我出来我肯定有成长的 有积累啊 我认识很多朋友 像认识大哥你们 也是我的积累 你表来最早 我帮不了你什么 是帮不了 但是能够打开我的眼界 然后我的见识 我的很多都提高了 那我做短视频的能力 我也提高了很多啊 是不是 那我不出来 我一直干以前的那个 不喜欢的工作 或者是去爱不喜欢的人 那我这一辈子 就不是我想要的 你去爱你不喜欢的人 这句话就说不通 是吧 你都爱上他了 你很想很想你不喜欢的人 他说的爱是动词 对 我爱过一次我不喜欢的人 他想可能思想要变 眼界要变 格局要变 这些东西提高之后 再回去工作的话 可能就突破原来的一些 旧有的场面 当我们不是说高低啊 就是可能处理事情啊 或者看待一些问题的思路 他选择北方 他可能从内心来讲 是寻找一种辽阔 是 一种观光 对 对 从家庭来讲 可能那种憋屈啊 包括人口也很多啊 包括基因理想啊 他可能需要自己内心 寻找一个更大的空间 突破 我可能 我从小就是一个那种理想主义者 所以当我看到那个 七个瓦拉 他为了他的理想 然后先出声明的时候 哇 我当时就 就不有自主的就 就眼泪就 花花的往外流 后面我就发现 我好像跟他是一样的人 就是 对 被毒害了 也不是毒害 你要能过上 切哥 哥瓦娜的生活 死都愿意 对啊 对啊 就是啊 要女人 有女人 要钱 不要提那些包装出来的东西 那都是人 当然我们不去质疑或者什么一个人的热情啊 但是说都在人的层面上 对 一个人能够选择生活才是高级的 而不是被生活压迫到他只能去干某件事 聊这么多吧 我们慢慢聊吧 留着话题慢慢聊 我觉得他以两种情况 第一种我希望你这次出来能够开阔眼界完成你之前的一些想法心愿 第二个我也希望你碰到更多的困难 真正的 努力自己 哪怕 死了心 不理想话 有话慢慢聊 我们跟阿聪的今天就算 愉快的逗过去 谢谢哥